新店区中华里与新店区卫生所共同举办一系列健康讲座 7月份邀请了新北市长照管理中心督导萧云景 介绍长照2.0的服务内容、申请流程等等 让民众能够了解如何利用这些服务来提升家庭和个人的生活质量 为了提升社区居民的健康知识 新店区中华里与新店区卫生所共同举办一系列健康讲座 7月份以长照2.0服务为主题 邀请新北市长照管理中心督导萧云景担任主讲 透过深入浅出的方式介绍长照2.0的服务内容 申请流程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服务来提升家庭和个人的生活质量 协助他们比如说有需要陪他们去看医生 或者是说陪他们就近 比如说在公园散步 又或者是说他们维持家里面的清洁也比较困难 那我们当然可以协助地板的一些清掃 或者说协助他们晒衣服等等这些部分 那这些或是他们有一些卧床的长辈需要协助洗澡 那这些比较耗费体力的部分 当然都是可以透过厂照服务的居服员来提供服务 新店区中华里里长邱香凌表示 今年规划了许多讲座内容 上半年度让李明和长辈了解了激励的重要性 失智症照护等等 而下半年也同样会有丰富的讲座 希望能够让里内的长辈和民众 对于自身健康保健知识 设服相关权益等都能够多所了解 那接下来还有我们的新陈代谢 那还有一个是如何用药 那我觉得如何用药呢 这是一般我们生活上的常识 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医生常常我们去看病 那医生有开了很多药 那该怎么如何服用 那正确的服用药物 我想这个都一些正确的观念 民众都需要知道的 新店区中华里里长邱香凌提醒 从八月份开始 讲座的活动时间会从十点半 改为十点十分开始 同样搭配共餐进行 欢迎里内长辈踊跃参加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